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我们恳求圣灵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主祢的话 让我们所领受的 借着主祢所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能够遵行在我们生命里头 将以下世间攻击的交托 祷告奉耶稣圣灵而求 阿们 我相信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的 非常疲倦的一个的世界 怎样说呢 我们已经对这个世界的丑肉感到疲倦 我们对战争恐怖主义 爆炸案枪击 城市的暴动 城市的贫穷贫困 谋杀强奸 滥用毒品色情 对孩童捏打 甚至性剥歇等等的这种报导 我们已经感到很烟恶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呢 对象今天我们也有 正在面对的这种的种族的主义问题 刚刚在几天前 澳洲就有一班当地的学生 涅打 就是这种 所谓的来自亚洲的学生 是因为最近的一些的理论 一些的发表 世界领袖的发表 使到这些人 兴起这种种族的主义 开始这样的二代 就是从亚洲来的学生 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时候 就想到 所谓人家说 这比较 天真 比较简单的方法 有时候我们讲 要和平 要和平 甚至我们放些布条说 只要和平 让世界变得更好 这些的传单 贴在我们的池 或者是挂上 在一些的建筑物 这些放在池的 他会当然是 使到这些的司机 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些 比较对别人好的事情 但是你没有想到 当他的池 在公路上被停载的时候 会有人讲 变个骨叉 他会开始的 像鹿巴这样 大响那些 他的池 甚至骂人做那些下流的动作等等 所以你看到这些所谓的 我们有赏识过用教育 用立法 用教化 用康复 俗复 外交 无论我们做什么 无论我们用怎样去赏识的好 到最后我们的世界 硬然问题还是存在 而且看到的是 这些的事情 变得会越来越糟 而不是更好 所以我们 做基督徒的 我们应该要转向基督 问耶稣主啊 你是否有个解决的方案 当然 主一定会说 是的 我有 那就是我们要逼此相爱 听起来很像刚才所讲的 这种天真而简单的一种的方法 但是 如果我们深深看到 深入的看见 看到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耶稣的话中 有的深度 还有的实际性 所以 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 所必须需要的 学习的 一个的功课 今天的主题就是 一条新命令 彼此相爱 首先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有两位的角色呢 就是在整个 伊安福音第十三章 发声当中 有参与 他们的名字也被提到的 就是犹大跟彼得 他们两位跟这个新命令 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看 犹大跟彼得 两位都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两位都曾经跟过耶稣 甚至长达三到三年半的时间 同他们的身上 我们要学习一些的功课 首先 犹大 犹大如果你在 耶稣福音第十三章 十八到十九节当中呢 耶稣说 我不是指着 你们众人说的 我知道我所卷选的是谁 但是要应验经上的话 吃我饭的人 用脚替我 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现在告诉你们 先告诉你们 让你们知道 让你们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好信我就是那位 所以在这一个 你会看见的 耶稣是从四篇 四十一篇 第九节所讲的 也就是说 吃我饭的人 用脚替我 将会有人 背叛他 但是犹大 他是可以 不要成为 那个半徒的 他 不需要逼自己 成为那个的角色 就是要 背叛耶稣的人 但是他做了那个选择呢 是其实 是他从他 个人 在乐场 生活的 道德上 所做的一个选择 所以 你在看下去 第二十节的时候呢 他说 耶稣说 我实实在这地告诉你们 接纳我所差遣的 就是接纳我 接纳我的 就是接纳差遣我的那一位 所以你会看到 犹大本身 虽然 他跟过耶稣 他也做过 多神迹奇事 当耶稣差派十二门徒出去 他们回来的时候 圣经说 所有 所有的门徒 都向他报告 说他们 赶出乌鬼 他们医治的人 所以 犹大 曾经 就是 一个 有 为主 而且 靠主 做事的人 一位的门徒 但是 你会看见 二十节所讲的呢 他 虽然有做过这一切 但是他 就是 没有 真正的 接受 耶稣成为 他的救主 因为他 原本 他根本 都不能够接纳 何况 讲要详心呢 所以 这个是非常 一个 很伤心的 一个的想法 看见的是 有时候 我们也会面对 那种的情况 我们很像 友大这样 我们可能在 条规计上 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很 很 按作规矩 按作 历列典章去做事 我们可以成为 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执事 教会的传道 甚至主流学的老师 我们也可以成为 就是 带一个 带领一个非常大的教会 带领很多人 信耶稣 曾经拥有过 这些 很大型的 复兴大会 这些的 敬拜大会 我们做过这一切都好呢 那可能性 还是存在 就是 异南 也有这样子的人 很像 犹大这样 没有 接受耶稣 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所以 在这边 我们也看见 耶稣曾经说过 在《马太福音》 第七章 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 第七章 二十三节 当 这些人 讲到 进天国的时候呢 耶稣说 不是每一个 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 都能进天国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在那里 必有许多人 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议 行许多义能吗 耶稣说 我向他们宣告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给我走开 这一个 你会看见耶稣 也这样的讲过 不一定说 我们跟了他多久 不一定说 我们做了什么的事 不一定说 我们所谓的 曾经拥有的攻击 或者是这些 辉煌的成绩 它不代表 我们是 可以逃避 那个可能性 很像犹大 这样背叛的耶稣 彼得 我们看到彼得的时候 他跟犹大不同 彼得是一位很正诚 很忠心 尾声 跟随耶稣的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问题 他的爱不够成熟 他的爱不到那一个的完整 不到那个所谓的 的爱 为什么呢 因为看回头 耶稣福音第13章的时候 我们打开耶稣福音第13章 当耶稣讲完他说 他要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然后就给了那条命令 也是当犹大走了之后 耶稣都讲了这一切 然后彼得都没有专注在耶稣 其实的重点就是说 那条新命令 但是彼得就说 你去哪里 第36节 耶稣回答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以后却要跟我去 彼得就对他说了 主啊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够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耶稣回答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 基教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点 彼得他爱主吗 他忠心吗 忠心 他尾声吗 尾声 但是他还不到完整那一个 他说我可以为你舍命 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换句话说 彼得可能可以为其他的人 或者其他的东西 舍命 但是为主舍命 这个就是他做不到的 所以当时耶稣都 一言说他将会三次不认耶稣 这个就是彼得 我们今天也有这样子的基督徒 也有这样子的门徒 我们跟随主 我们忠心 但是不够 所以耶稣要他们做的 不单是彼得 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 他们现在不能够去 以后可以 彼得以后他真的跟了 就是去了耶稣那边 你看到过后他怎样的 被圣灵充满 他讲到三千人信耶稣 他行的这些的神迹奇事 他的服事 到最后历史所说 他被钉死的时候 他要求是调转的钉死 因为他说他不配的 以耶稣一样的被钉死 那时候就是他为主使命了 他的那个爱已经到了完整 你看到吗 他三次不认耶稣 过后耶稣三次重复 恢复他的这个的使命 耶稣问他 你爱我吗 那个的爱 把它带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爱 这个阿卡贝 这个的爱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 当耶稣给我们这个新命令的时候 给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的体系 我们可能站在 就是我们会像犹大 还是像你的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领受的新命令 耶稣福音第13章34节 这里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就是在这一届的经文当中 我要跟大家分享五大 件事 第一个第一件呢 就是在这一个的新命令当中 这一届的经文当中 我们发觉第一件事就是 知识属神的标准 那一份的爱是怎样的爱 很像刚才我所说的 不是我们 不是一个不完整的爱 不像彼得那个不成熟不完整的爱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是按照神的标准 是按照神的那个的神性 他那一份的爱是 到底是怎样的爱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应用我们自己的情绪 应用一些的事情 我们去决定 我们对爱的一个的定义 但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约翰义书第四章七到八节 自己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信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信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跟我一起说 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本 爱原本就是神自己 这是神性的 是属神的 是一个的标准 他那份的爱 这份的爱 神的那一个最高的爱 是怎样的爱呢? 亚义书四章九到十一节 自己说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 使我们记作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什么样的标准呢? 就是神把他 唯一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猜派了给我们 就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显现的他的爱 耶稣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的罪 做了这个的挽回祭 恕罪祭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标准 讲到爱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的 不是我们立的定义 是按神的定义 来去爱 亚义书四章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我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在 也住在他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 耶稣一书里所所讲的 也是 谈到的是神对我们的爱 他的爱呢 是使到我们能够知道 神就是爱 今天如果我们相信了 接受了耶稣 也认识了上帝 知道神就是爱 我们也应该按照那个的标准 来施行自分的爱 所谓在这个的命令当中 这个的爱 我们是按照神的标准 而不是按照我们这种所谓 暂时软弱 漏洞很多 而且是按照自己标准的爱 来去爱 我们要按神的标准来去爱 阿们 第二 我们看的是 这个的命令呢 是怎样的 是全新的 是一个新的命令 这个全新 这个新的命令 它不代表就是说 突然间耶稣给了一个新的东西给他们 因为在就业的时候都已经讲了 其中一个立位 圣经十九章第十八节 自己所谓 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 你本国的子民 各位一起说 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稣王 所以当时都已经开始了 有这种的教导 有这种的命令 叫他们要去爱人如己 但是这个新命令一来的时候呢 就是把他的注意力放在谁的身上 耶稣的身上 他将会死 他的死就立下了这个新的一个的方法 新的一个的经历 一路以来可能他们的爱呢 是他们有爱人如己 但是按就是他们的传统 按一切过去的方法去爱一个的人 但是耶稣所立下的新命令 就是如果是按照的标准来讨的话呢 这个的新的命令是怎样的呢 就是爱到能够牺牲自己 很像彼得说的 能够为你舍命 就是为耶稣舍命 因为耶稣给的命令就是这样 那个的爱人如己不再是以前了 如果我们有曾经有少是爱人如己 而那个的方法已经行不通的话呢 那一个就是旧的命令了 这个新的命令将会让我们 经历一个新的方法 来去爱人如己 耶稣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 耶稣福音十五章十三节 这里说 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之各大的 这是英文说 the ultimate 是最高级的一个的爱 也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新的方法的爱 我们在这个管制令过后呢 很多人就说 将会回复到一个新的平常 the new normal 那个新的平常 怎样是讲新的平常呢 将会 我们将会经历一些新的事情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鼓励大家 一切在过去的 不管是传统也好 风俗也好 我们有赏识过去用的方法 而行不同的 在新的平常 在新的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把它丢掉 来经历 就是按照耶稣 所给我们的命令 来去爱 Amen 这一份的爱 将会使到我们 能够真正的经历 全新的一个命令 第三 就是讲到 这个是一个的命令 各位说 一个的命令 在马太福音第5章 43到第48节 这里说 你们 马太福音第5章 第43到第48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必泊你们的祷告 看到新的一个的命令 旧的是说 爱你的灵死 恨你的仇敌 新的是要爱你的仇敌 为你的仇敌 祷告 这样我就可以做你们的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热头再好人 也叫乃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 但爱那 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识呢 就是 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但请你弟兄的爱 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出呢 就是外邦人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个就是完全的爱了 怎样讲是一个命令呢 因为他的命令是叫我们去爱那些我们不爱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去爱一个爱是我们应该爱的人 那个不是命令 因为人家在家这样我们不需要命令孩子 你要爱你的姐妹 你要爱你的弟兄 你要爱你的父母 如果我们需要这样做的话 你看到那个爱原本都不存在 我们需要有个命令 来领受这个命令 耶稣吩咐我们 不是吩咐我们一条命令去爱我们 爱能够爱的人 是爱一个我们觉得不能够爱的人 爱我们的仇敌 那个就是爱 我们在这个的情况之下 这个的新冠疫情 这个的传染 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的责任推在就是一些的团体 因为他们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的流传这些传染病毒的传染 越来越糟糕是因为他们 所以那种的所谓的种族主义 我们埋怨一些的人 那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不能够这样的做 因为在耶稣所给的这个新命令当中 我们是爱人如己 就是包括我们不能够爱的人 我们觉得那一个甚至我们不喜欢 我们看的不顺眼那一个 我们甚至要爱那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了 这个就是命令了 我们需要那个的命令让我们去做 因为这个命令一来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的选择 当耶稣所讲的你要爱你的仇敌 为他们祷告 不是一个选择 我们不能够讲看一下先 或者是要没有选择 如果爱他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有没有什么的回报 我们看到有好处的时候 我们才去爱 但是耶稣给这个命令的时候 有还是没有 不管怎样 我们都要 而且我们一定要爱人如己 总之有人都好 我们一定要爱 阿们 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新命令 第四 跟我一起说 这是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 这是一个行动 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所讲的爱 不能够只是口头上的爱 今天很多的爱产生问题 就是我们的爱停留 就是很像现在我们戴Mask这样 就是停在那一边 初步到来 我们可以讲到很多很精彩 很感动 很属圣经的 甚至神学观很稳固的 得一些关于到爱得到 但是往往所讲的 都是停留在那个的讲台 甚至可能现在停留在我们Mask 里 他出不到去 我们讲很多 但是没有做到 如果我们很常去参加婚礼 婚礼当中你会发觉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引用 以父所属第五章 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奥秘 但是保罗他引用的是 用丈夫跟妻子 所以当然他讲到妻子 要尊重丈夫 很像教会尊重耶稣一样 但是他也讲到 丈夫要爱你的妻子 很像基督 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所以那一个的爱 不是只是讲我爱你 我爱你 是要有行动的 而且行动也不是单单 只是买一些花 买一些巧克力 买一些钻石戒指 但是他说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那一个的行动 是能够走到最后 走到最尽头那一个 能够尽全力的心爱 今天我们的爱 就是有这样子问题了 我们没有尽全力 我们的只是爱 只是到自己里 或者可能一次 或者是两次 或者是停留 只是一天两天 我们看不到那个的爱 是到终点 是到尽头那一个的爱 如果你看 雅各苏二章 十四到十七节 雅各苏二章 十四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雅各苏第二章十四节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 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 或是姐妹 测身露体 又缺了热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 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地去吧 愿你们穿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 是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的信心 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所以我们该做的 爱也好 信心也好 一定是要有一个行为 在当中 我不能够看到一个弟兄 他有苦处 我们祷告 对吗 对 但是那个祷告不够 还不到那个尽头 还不能够走到那个的完全 还没有到那个 很像基督为教会 舍命的那个的尽头这样 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 当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讲要爱人如酒 不要只是讲 就是要做都好 不要做到 人家讲 半天掉 要做都做到完 所以今天 我们也看到教会 所以我们也帮助了 我感谢祖先 就是大家 这慷慨的奉献 我们 现在已经 买了一些的食物 热肠用品 给了大约差不多整75家的家庭 算起来人数呢 是超过230位 这些的弟兄姐妹 硬着管制令 他们不能够做工 没有路西 现在他们面对的问题 一个月后 我们看到 那人数越来越多 现在我们第一轮 所谓的第一轮 我们也给了 我们要准备第二次 在接下来 当如果管制令 在延长的时候 这些弟兄姐妹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继续的帮他们 我们不能够帮一次就停了 所以鼓励大家 当这个行动 一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的参与 问题的不是在于我们给多少 是问题的在于 我们能够 跑到 用到 行动到 尽头的 一个的爱 所以弟兄姐妹 爱是要有行动的 不是只是 讲 英文讲 We should walk our talk 所以 这个才是 那个的爱 因为 这一种的爱 将会被人认得出 最后一点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是一个的见证 因为耶稣说 当你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 看回头 Yan福音第13章 第34节 当你们这样爱的时候 你们也要怎样想 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人家就认得出 你就是我的门徒了 今天 人家认我们是怎样的一个门徒 我们经过门徒训练 我们经过很多的教导 但是如果我们不被人看见 或者是被人以一个不同的眼光 眼光看错了我们 人家会认不到我们是门徒 犹大 今天你认他 看他是一个门徒 还是一个半徒 彼得 当然过后 他就是被重复了 被恢复了 那个地位 那个角色 但是当他不认耶稣 但是当他不认耶稣的时候 你会怎样看他 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多时候 人家今天认我们 不是因为 你上过门徒训练了 你这本书很好 你真的是一个门徒 我们可以去过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信念 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的书 但是如果我们的见证被人误会了 而且看错了 或者是别人认不出我们是门徒的话 这一切我们所做的都是狼狈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彼此相爱 当我们能够按照这个命令去 按照神的标准 甚至我们去爱 很像一个命令去爱我们的敌人 这样 而且我们是以行动的去做的话 这个的见证 将会被人看得出 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 因为我们跟随了主的脚步 就是能够为众人 为罪人 为我们舍命 所以这个的见证 是非常荣耀的 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 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时良善信实温柔决志 这样的事没有立法禁止 第一就讲到爱 所以在这个的果子当中 其中一个的本性 那个的属灵的果子呢 就是爱 华文很好咯 但是讲到忍爱 我们教会叫忍爱堂 今天人家认我们教会 是因着我们的建筑物 是因为我们的名字吗 很多人要送东西来啊 他找不到我们教会啊 是否是这样也发生在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当中呢 第二点没有鼓励大家 让我们能够拿起这个的命令 当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去遵行去做的时候呢 人家认不是因为我们的建筑物 人家认不是因为那个的名字 人家认我们是因为我们遵行了这个的命令 我们实行了这个的命令 而那份的爱呢 就是一个很成熟很完整的爱的阿卡贝 因为当彼得他得到那一个的时候 他成为一个今天我们被纪念的其中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门徒使徒 弟兄姐妹 今天这个的命令已经给了我们 让我们在跑这门徒的这个的旅程当中呢 我们也要重新的拿起这个的命令 经历一个新的方法 让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好自己 当管制令一完 我们再次回到教会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做得更加的完全 阿们 但是一切都是从现在开始 所以我鼓励大家 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这一篇的经文 《路教福音》13章34节 我们拿起这个的命令 我们遵行上帝耶稣所给的 我们去爱人如己 当我们能够逼此相爱的时候 众人也会认得住 我们就是主的门徒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主 你的话语再次的兼顾我们的信心 今天主啊 我们要就是设行 遵行主你的旨意 你的命令 主啊 让我们能够经历一个新的命令 新的方法 来去爱人如己 让我们能够走向完整 就是走到尽头的一个的爱 很像耶稣爱教会这样 他甚至为教会舍计 主啊 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 帮助我们主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主你刚强 我们跑这个道路跌倒的时候 主你扶持 主啊 求主你继续指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 来遵行 把这一个的命令 就是爱人如己 实行在我们生命里头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思考 要分享 这一些的 问题的时候 就是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更加的 深入 去思考 而且定义 要做一些的事情 能够把整个 就是今天所听得到 遵行出来 将这一切 公平的交托 愿神 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 然后告奉耶稣圣明而求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